今天又到这个鱼巴嫩餐厅吃饭 这个是羊肉 这个是牛肉 鱼 鱼水豆 比较精进 今天吃下来1287 实际上价格还可以 商场里面吃饭是要加7%的税 有的还要另外加3%的 他另外收了10%的小费 service charge 今天又找到另外一家海鲜餐厅来吃饭 炒了一个海鲜炒饭 这个是起司 这个是蛋黄酱油的 蛋黄酱油的 250 已经吃掉了一部分 实际上分量还挺多的 味道也不错 这个是生蚝炒鸡蛋 这个是200 这个是我们建国的生蚝炒鸡蛋 分量最大的 旁边蘸那个酱 虽然在我们的那个收藏的餐厅的名单里面有很多 味道不错啊 的餐厅 但是我们还是经常会去尝试一些新的餐厅 一般来就是在那个Google地图上面找 啊 找到试一下餐厅 然后就点开看当地人的评论 主要是看当地人的评论 你给大家看一下吧 他特别好找 他的那个名字是个中文名 就是在谷歌地图上面 能看到吗 看得到 超正泰国菜 这就是在泰国我们要去发现新的餐厅的一些方法 就是在谷歌地图上面找 因为它下面都有评论 你看当地人的评论 你大致八九不离十 知道这个菜品怎么样啊 反正我们一般这样找找下来的话 采雷的几率还是比较小啊 因为泰国菜我觉得总体来说 但它那个品质还是比较均衡的 就是会有那么一些差别 但是差别比较细微 当然每个人口味也不一样啊 就是自己去采点啊 尝试了以后 你喜欢点一家餐馆 你就把它收藏起来 以后经常去吃 这个是比较经典的泰国咖喱虾 看得还不错啊 他这家 总体那个 菜品 都不错 首先看见菜品就觉得很有食欲 这一家还有糕点 关东 一般这些商店 还在卖玩具啊 还在卖很多玩具 他这个商店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有空调了 在泰国的那种餐厅里面是比较少见的 总共是920泰国 在路边喝一杯咖啡啊 两杯酒是泰国 大概18块钱的人民币 泰国这一点就是很方便啊 把车停在门口就可以喝咖啡了 文德斯克加一段 台湾朋友这个房子以前应该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有大唐 有上大唐的车道 在巴蒂亚有很多这样的房子 应该是建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今天到泰国 我无意间发现啊 就刚好第十天 所以我今天想盘点一下 现在作为一个游客 到泰国来旅游 大概每天要花多少钱 因为我这一次过来的话 我的那个泰国银行的那个APP 用不了啊 因为我换了电话号码 结果重新开通啊 因为换了新的号码 曼谷银行需要等七天啊 我还没搞定 所以我当时就是取了两万的泰银的现金 然后我入境的时候身上还带了一万泰银的现金 总共三万泰银 我刚才看了一下还刚好剩一万泰银 也就是说这十天用了两万泰银 相当于一天啊 就用了两千泰银 但是这两千泰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的啊 第一我住宿没花钱到目前为止啊 都是住的台湾朋友的房子 最开始是在曼谷住了三天 然后到巴提亚的那个海景公寓住了七天啊 住宿是一分钱没花 另外的话就是交通啊 因为我在泰国有自己的车啊 这个车一直放在这里的 所以说我就没有打车的费用 只是加油的费用啊 我记得我加了两次油 差不多一次一千泰银 就是花了两千泰银的油钱 实际上在泰国 因为我这个车挺省油的啊 所以说交通方面花的钱不多啊 另外的话 我还真想不起其他哪些方面花了什么钱啊 这样看来的话实际上就是吃饭的钱 并且啊 因为我们是一家四口啊 夫妻俩带两个小孩 我们实际上正餐就吃一顿啊 我们一般都是下午两三点出去吃饭啊 然后吃到这一顿以后 晚上我们几乎就是不吃饭了 最多饿了吃点坚果 小孩的话实际上吃的也不多啊 往往他们就是 也不怎么吃肉啊 就是吃点炒饭啊之内的 喝点牛奶啊 主要是以河流来为主 所以这就是每天只吃一顿的情况下啊 我们一天的花销就是2000泰铢啊 因为这一顿的话 我们还是要讲究一定的质量啊 大家也看得到我们每天出去吃的都是 正规的餐厅 吃的都是海鲜啊 并且这一顿的话 相当于我们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 所以一般那一顿的消费都是1000泰铢到2000泰铢之间 就是这一顿 当然啊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车 所以说我们去的都是 泰国本地人去消费的店 你如果是纯粹一个游客都在市中心的话 那你去的餐厅啊 可能消费会更贵 另外就是每天吃的水果啊 实际上这一点泰国算是它的优势啊 但是实际上也不便宜 木瓜应该是最便宜的 35泰铢一公斤 相当于3块多一斤 像这种橙子5块多 在国内肯定是要不了啊 这个百姜果 50泰铢一公斤 相当于差不多半钱的一斤 这个这个是桂圆还是龙眼啊 75 你看火龙果75 比国内还贵 芒果30的 有不太好 是不是这么太好 这个叫啥75泰铢 你看我们以前吃的好吃的泰国的芒果啊 要100泰铢一公斤 呃在七八月份的时候 一般可能30泰铢一公斤 现在要100 所以冬天是它的旺季啊 泰国旅游的旺季 但是水果并不便宜 因为这是水果的淡季 看来还是只有买点芒果了 哇 那个莲屋150 一公斤 太吓人了吧 我老婆带我买点莲屋 我看下是根本吃不起 那个莲屋 我老婆说前两天才90 现在都变成160了 变成150了 涨到60 两三天时间涨到60泰铢一公斤 这就是泰国的旅游旺季啊 什么东西都贵了 这种芒果看似便宜啊 个头又大 但是不好吃 上一次就是买的这种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那种 丝状物虚状物 是嚼不烂的 嚼不烂的 卡在牙齿里 应该是那种柬埔寨厂 看来看去这个五十泰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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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是泰国的 以前也计算在这一家买 海湾朋友的小区大门口啊 就面对的那个 卡普拉西这条大道 这条路啊就是卡普拉西 里面的东西肯定是全八条最便宜 性价比最高的 买水果 水果蔬菜批发市场 洗衣店 像我以前配那个汽车钥匙啊 都在那里 然后这个路口这家面包店啊 也是最便宜的 这八条吃早餐挺贵的 前两天在那个咖啡厅吃早餐 几个人吃下来 花了一百人民币啊 四百多泰铢都没吃饱了 还是买点面包当早餐吧 这里也能喝咖啡 这种牛角包三十泰铢一个啊 全八条最便宜 这种二十泰铢 因为它面包比较新鲜啊 如果是隔天呢 还会在这里 吃不太多数而已 啊 不 这种 哦 多多多多 诶?我要的是哪种 Sausage 当然 还有娱乐方面的开销哈 我们的娱乐是什么 就是游泳 这个里就是 相当于是不要钱 哇 哇 好高 这就是做一趟到泰国 作为游客的开销哈 实际上各个方面已经是降到最低最低了 几乎是跟本地的消费是一样的 但是作为我们家来说 一天花两千泰铢 啊差不多四五百人民币吧 所以像一般的家庭啊 现在到泰国来旅游 现在到泰国来旅游 比如说三口之家 或者四口之家 我估计一天可能要花五千泰铢啊 一天可能要花五千泰铢 就是一千人民币 因为你还要住酒店嘛 现在酒店的价格也比较贵 像样一点酒店我估计要两千泰铢左右 所以你一天花销再加上一些娱乐活动啊 五千泰铢基本上最基本的 一天一千块钱 但是这个也很正常啊 因为你享受它美好的天气 相应的付出 比国内更多的消费也是应该的啊 特别是现在全球通货膨胀 并且对于西方老外来说 他们到泰国他们还是觉得便宜 因为在欧美国家现在确实物价太高了 所以这也是 到泰国来旅游 作为我们中国人需要多大的消费啊 我给我们家大概算了一个账啊 所以说可以推论出 一般的普通中国游客一个家庭 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大概一天就是五千泰铢 大家觉得我的这个报价合不合理 欢迎你的评论 这些视频就分享了 谢谢